我認識卓玲七、八年 我認識卓玲七、八年 從小到現在 她以前真的很麻煩 因為每次跟她出去吃東西 她一定要找附近有食手間的食肆 才去吃東西 而且吃到早途 她又要出去一會 但我們認識她這麼久 其實都已經習慣了 一直都知道她常常說 腸胃嫌得醫治 其實那次牧師叫 在她附近叫位的時候 我也很驚訝和感動 因為神真是全知全能 其實我看到牧師叫的時候 我一直看著後面 是她的,是她的你起床 她最後都起床 接受了神的醫治 真的很感謝神 其實你怎樣檢查 你自己是真的完全康復了呢? 我完雪的醉會之後 就試一下照吃的 其實都很有趣 我吃完之後 其實我自己心裡 真的很相信自己得醫治 這個是我自己心裡記住 吃完之後 我發覺整個星期 都沒有說 除了很正常的去洗手間之外 其實都沒有說即刻 即刻要去洗手間 甚至到現在了 隔了幾個月 我都沒有試過一次要吃粥 還有試過在新年 聖誕 一起和同學朋友 一起打火鍋 在家序打火鍋 都沒有試過可以 吃完馬上要去廁所 現在都不需要特意去 找一些有廁所的地方吃的 會不會花多了錢 比以前多了 吃東西 因為以前 可能 又不敢外出吃東西 怕會吃完之後 又馬上去好像很浪費 現在吃東西 會覺得吃下去 會開心一點 不會那麼擔心 吃東西之前 就擔心不要吃那麼多 吃完之後又要去廁所 好像很浪費 因為直腸直肚 但現在真的不怕 家序裡的弟兄姊妹 他們都會和你一起吃東西 過往裡面 但現在會不會很替你開心 或者看到你不同 還有一些feedback 給你 我想會吧 其實很有趣 當時叫祥衛炎 其實我家序全部都在那個session 我感覺到他們是看著我 因為很多時候家序外宴 我都會跟他們說 我今天得意志不吃東西 這樣 就真的不吃東西 因為 我都很少再聽到 即是沒有 沒有聽過 他腸胃再不舒服 這樣 我相信 神已經100%醫治了他 那會不會 你之前有說你會頭暈 會不會其實這個情況都改善了 之前我一考試緊張 或者很多事情做的時候 我簡直就會 是無緣無故 不是因為吃東西 我無緣無故 腸胃就有些問題 然後就變成 經常要去洗手間 但現在 考試都很緊張的時候 都不會這樣 然後 頭暈 因為都沒有試過肚餓 所以沒有了 真的痊癒了 之後 你覺得對比是怎樣 痊癒了 我覺得自己健康了 真的 而且 因為吃東西 吸收多一點 自己覺得都會漂亮 非常之重要 對姐妹來說 已經盡量吃了 這段時間就沒有避 以前避了這麼多年 現在刻意不避 什麼都吃 那吃過什麼 可不可以告訴你 吃過韓燒 去過家裡打火鍋 就是普通家裡打火鍋 就是 芝士火鍋 去意粉屋吃 去吃甜品 很多 普通茶餐廳都有吃 廟街煲仔飯都吃過 都沒有吃 短短在這五個月裡 已經吃了這麼多東西 已經 哇 感謝神 未信煮之前 自己都覺得 這個病 沒得救了 吃完東西就要去廁所 但當我信了煮之後 其實 信心是要建立 但我發覺 在雪的聚會 今次得醫治 發覺 以前的信心 和今天 真的得醫治的信心 是很不同 尤其是今次 會覺得自己是加了很多 很大的信心 因為 簡直是 神 叫牧師 召喚這個位置 而不是 我覺得需要 所以 求神 給我 是神 眷顧我 所以 召喚這個位置 所以我覺得 是不同 以前的信心 我知道 今天 是神知道的 但是我要付出什麼 就是有個信心 去相信 神是會醫治我的 而我以前 就覺得 是因為我有 所以我要求神 所以我 有這個信心 去得醫治 今次 由小到大的問題 在今次聚會 神藉著一個討告 可以令到 我覺得 由小到大 困擾到我現在的問題 都可以解決到 如果 你 或者大家 你覺得 你是有什麼問題 無論是疾病 或者 你情緒有問題 工作 金錢上 都有問題 其實神 都可以幫到你 只要藉著一個討告 以及 要相信神 其實 這些問題 神一定可以幫到你 因為在神 凡事都能 是歷信 各位歷信 來的 好 萬丈的天空 不可親口